小伙儿有独特超能力,能看见依附在人们背上的怪物,只要吃东西就能不断长大。 米莎是个被上天选中的天选之子,那倒雷注定了她这不平凡的一生。 她非常有营销天赋,靠着自己的想法把一家小售货店发展成大酒厂。 可再有能力也抵不过人心莫测,在提出加薪时,她被老板解雇。 虽然度过了一段落魄的日子,可这也给她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 她被广告老板看中,全程大大小小的广告牌都有她策划的印记。 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。 可再顺也有逆翻的时候,她和女友策划的一次减肥整容广告当中, 因为代言人情绪不稳,手术过后也昏迷不行, 视频流传出去后引发了广大女性的抗议,甚至面临监禁,大好前途被毁的困境。 米莎和女友也分道扬镳,看似好运的代名词不再属于她, 可实情却是另有隐情,简单来说还是人心在作怪。 她成了别人营销策略的棋子,一个营销狠人为了拯救破落的快餐界, 就利用了米莎的减肥活动,让消费者改变对美的观念, 让肥胖成为新时尚,将垃圾食品变成人们不可或缺的粮食之一。 在他们事业蒸蒸日上的期间,不知情的米莎认为自己的营销才能是个祸害, 就发誓再也不用,由于营销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 她只能归隐相间,远离世间沉销,可上天赋予她的能力, 注定她这辈子都不会一事无成,女友会来找她并劝她振作, 但无论她怎么说,米莎都听不进去。 她接受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洗礼,醒来后发现自己有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, 她能看见别人身上依附的怪物,而她不在的这六年里, 世界是以胖作为美的标准,快餐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, 除了她之外,其他人在米莎眼中都是脖子富有怪物的受害者, 而每当有人去买快餐食品时,他们身上的怪物就有膨胀分裂, 并融合到广告牌上的怪物母体里,米莎明白这一切都是广告惹出来的货, 他们打造一种越胖就越美的观念,让消费者越来越膨胀, 这些怪物可以说是品牌怪物,而她排斥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就像发疯一样, 看不见的女友不相信她的说法,也不能理解, 所以在她当众粗鲁地推倒女友之后,她离开了她, 绝望的米莎决定为这现象做出改变,既然快餐店是目前最大的营销方, 那就先从她下手,并且对症下药,让素食餐饮与之抗衡,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利用消费者的盲从心理告诉他们牛肉致癌, 很快人们陷入了对肉类的恐慌,肉类快餐的营业也急速下跌, 与此同时代表素食的品牌怪物破茧而出, 它的出现给对立方怪物实现了重重一击, 营销和人也在误伤之下消失不见, 从那过后汉堡快餐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,取而代之的是素食品牌的发展, 而这还只是第一步,在那次洗礼后, 米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,在实施完她的策略后, 一场没有硝烟的怪物大战已经开始, 可以说这涉及了世界上所有的品牌, 有食物、家用、科技等各个方面人人自危, 所有产业都在米莎的头脑下不攻自破, 最终人们也在这场闹剧中明白了广告的危害, 所有人都在抗衡与抵制, 甚至有人闯进米莎的广告营销公司进行破坏, 总统也颁布了进广告的眼令,米莎失去了一切, 但它还给了世界一个干净无广告的环境, 不得不说广告真是强大, 一个小小的视频,短短的宣传语, 就能使人们趋之若鹜, 真正在这纸醉金迷世界里清醒的,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吧,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 莫斯科2017, 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, 叫做新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加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感谢观看